第十一章 真理 就是为了找到这瓶香水 我要举一个人人皆知 但鲜少人理解的名言做例子 然后深入地探讨一下 这句名言就是 真相能使你自由 但人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此外人们也常说追寻真理 并且时常称自己为真理的追寻者 人们时常会把诚实 诚恳 真实 视为一种理想 为什么 诚实为什么那么美好 谁说诚实是美好的 我相信母亲 学校里的老师 一定说过这句话 对不对 他们告诉你不要说谎 但为什么不说谎 会使你得到自由 大部分的时候说实话 是会让人遭殃的 因此人们对真理 诚实 及诚恳的重视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观点从何而来 我们要弄清楚的是 真相是否真的能使你自由 这句话你已经听了许多年 而且也相信了它 现在你表面上可能还相信它 但其实已经不然了 如果你确实认为真相会使你自由 那么它的效果应该早就产生了 如果你真的相信它 你会在人生的每一刻都尽可能一循真理而活 你应该早就发现到它 早就解脱了 因此 很明显的 你并不认为真相能使你得到自由 而只是在嘴上说说罢了 从我们内在工作的角度来看 真相能使你自由 应该改成真相能解放真相 真相确实能使你自由 但这又有什么了不得 我们从其中能得到什么 真相到底是什么 若想理解真相 我们必须先探讨什么是诚实 诚恳 事实或真实 真相能使你自由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真相能解放真相 又是什么意思 学生说 耶稣曾经说过 你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 真相能使你自由 阿玛斯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句话 你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 真相能使你自由 为什么是如此 假设我们说 今天是星期天 这是真相吗 是的 但是它能使你自由吗 另外还有个例子 今天是星期天 我是一个白种男子 我的发色很黑 穿的是一件蓝衬衫 我正坐在这里和你们交谈 及探索真理 这又能使我自由吗 某个晚上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处肥皂剧 其中有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那人答道 那不能说是真相 那些都是事实 事实和真相是不同的东西 它是对的 事实和真相不尽然是同一种东西 今天是星期天 这是个事实 我正在和你们说话 这是个事实 我们正在探索真相 这是个事实 现在是早上 而且是阴天 也是个事实 这些事实和能够使你解脱的真相 是同一种东西吗 如果它们是不同的 那么能使你解脱的真相 又是什么 真相不仅是事实 更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现在让我们再研究一下 诚实和真实这两个词 通常当我们说自己很诚实的时候 意思就是我们没有说谎 我对你很诚实 因此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 此外你也可以对自己诚实 不对自己说谎 让我们再深入一点 当我们和某个人说话时 我们可以告诉他事实 也可以告诉他所有发生的事 譬如你知道自己的某个事实 而你觉得做个真实的人 就是把那个事实原封不动地 告诉另一个人 但说出这样的真相 真的能使你解脱吗 假设现在是1940年 你所处的环境 是由纳粹掌控的德国 他们正在捉纳犹太人 你听到有人在敲门 你的某个犹太朋友出现在门口 他问你 我能不能在你家躲一躲 他是你的朋友 你知道他如果被发现 一定会受苦 也许会被关到集中营里 于是你就把他藏了起来 不久 盖世太宝来敲你的门 他问道 某某人是不是在你这里 在这个节骨眼上 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如果你说 是的 他确实在这里 我把他藏在我的地窖 这样的回答是诚实和真实的吗 你是一个真理的追寻者 不是吗 你相信真相能使你解脱 那么你会不会把真相告诉盖世太宝 会不会想起你的灵修准则 然后告诉自己 我是诚实的 我永远不能说谎 否则就不能证悟了 于是你就把一切都告诉了盖世太宝 这算不算诚实 这个例子虽然举得有点夸张 但颇能切中要害 另一个例子 是在我们上次的聚会里提出来的 莫莉想跟妹妹讨论内在工作的事 但是当莫莉开始讨论时 妹妹却变得非常愤怒 充满着防卫心 根本听不清任何的话 莫莉知道 妹妹会有这样的反应 是因为她对父母 还有些不满的感觉 这时如果莫莉说 你不想听我说话 是因为你还在生妈妈的气 那算不算是一种诚实的表现 学生答 是的 但也可能是一种攻击性 阿玛斯 那么诚实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看见 一般所谓的诚实 都有它的局限 它并没有将所有的真相纳入考量 那是一种超我的态度 一种犯道德的态度 如果你说出真相 你就是好人 如果不说出真相 你就不是好人 说出真相 你会上天堂 说谎的话 就会下地狱 我们往往会发现 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原则 并不真实 我们体认到 还有一个比朋友 藏在地下室更大的真相 这个更大的真相就是 那人是盖世太保 而你的朋友是犹太人 如果盖世太保找到你的朋友 他们一定会杀掉他 因此 哪一种才算真正的诚实 说出真相 或是考虑更大的真相 整个情况的真相 哪一种才是更真实的说法 在这个盖世太保的例子里 答案是很明显的 我们可能会发现 依照真理而行动 显然比有问必答更重要 以莫莉的例子而言 显然妹妹在当时 还没有能力听进去某些事 如果莫莉立刻把这些事告诉她 她可能会更难认清事实的真相 因此我们发现 真相不仅是事实 也不只是你所相信的某件事 它是更大更完整的画面 真实这个词更宽广的意涵 就是把每件事都纳入考量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回答 真相能使你自由是什么意思 或许我们可以从刚才所发现的 你要把整个情况都纳入考量 之中找到一些线索 你必须问自己 为什么莫莉跟妹妹谈话时 要把整个情况都纳入考量 其中的目的是什么 莫莉跟妹妹谈话的动机是什么 难道只是为了要说出真相吗 还是希望妹妹能知道真相 让真相帮助她解脱 至于你的犹太朋友 难道你不想依照整个真相而行动 使你的朋友获得自由吗 真相 真相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使你自由 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面向 为什么真相能使人自由 基督曾经说过这句话 但为什么这句话是真的 这才是我们要深究的 真相如何能使你自由 我在一开始曾经说过 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真相能解放真相 举例而言 借由理解自己 认清你经验里的真相是什么 以及各种的缘由 你自然会从那些情绪反应 和冲突之中解脱出来 对不对 你会解脱掉那些干扰你 拖累你 以及使你感到悲惨的事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你认为真相能使你自由 你相信认识自己和追寻真理 可以使你解脱 于是你试着去凌驾超我的立场 认清自己的真相 我们会发现 你越是认识自己 就越能摆脱掉错误的人格 你一旦知道他们的真相是什么 会更有能力处理自己的情绪反应 以及生活中所有的情况 譬如说 妹妹正在生茉莉的气 而且已经不跟茉莉说话了 她们的相处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如果妹妹这时能认清 她不跟茉莉说话 是因为她仍然在生母亲的气 而不是茉莉 那么这份洞见 就会把愤怒导向母亲 然后她就不会再把茉莉 跟母亲连到一块了 这会使她更自由地和茉莉相处 而且两人的关系也会更真实 如果她能看见这个真相 她就能摆脱掉对茉莉的心理反应 我们在这里都已经见识过了 你越是能检视自己 就越能了解现在的行为是怎么一回事 人格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她的动机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限制了她 换句话说 如果你理解了你的恐惧 愤怒和痛苦 那么时候一到 这份理解就能帮你从其中解脱出来 人格的反应将会失去以往的力道和韧性 你的自由度和心量会变得越来越大 你会更能感觉到自己 你的行动会更自由 和别人的互动也更自在 这就是内在工作的目的 真相会使你自由 从我们这里每一个学员的经验来看 内在工作确实有这个效果 认识本体比认识心理活动重要得多 但情况真是如此的话 你还不如去找个精神分析师 和他一起咨询个几年 每个礼拜碰面五次 到咨询结束时 你就自由了 你将会发现你的情绪冲突之中的真相 而这已经足以使你自由了 根据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观察 理解自己的真相确实能使你自由 如果你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 真相能使你自由 是成立的 那么你只需要一位心理医师就够了 许多人 尤其是心理医师 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可以对个案历史进行繁复的探讨 不过最后你会发现 心理学的知识 并不能使人真的解脱 认清心理上的真相 并不能使你真的自由 你会看出某些真相 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 就仅此而已了 学生说 耶稣当时所说的是 找到神的国 你就会看见真相 真相能使你自由 阿玛斯 我明白了 他说的是要找到神的国 学生说 他说过神的国就在我们心中 阿玛斯 所以很明显的 你无法从心理医师那里找到神的国 或许你该找的是牧师 他还可能对你产生一些帮助 学生说 也许得牧师加上心理医师才行 阿玛斯 这是个很好的观点 真相跟神的国有关 这也是我们必须考量的一个部分 你可能还记得 我们以前说过的坑洞理论 我们说过 心理的困境和情绪上的问题 不只是由情绪的冲突 所引起的 情绪上的冲突 是源自于和我们的本体 失去了连结 这也是一个真相 另一个事实 我有某种情绪上的困境 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某种冲突和烦恼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不清楚 自己的情绪历史 主要是我已经失去了某个东西 神的国 我称之为本体 我们真正的本质 因此我们会发现 认识本体 比认识自己的心理活动和情绪 重要多了 你的一部分已经被阻绝于外 你再也接触不到它了 如果你有过本体经验 而且已经认清 本体与失去本体之间的关系 那么你就会说 现在我终于知道基督的意思了 我终于知道神的国是什么 认识真相是什么 以及真相为什么能使我自由 感觉真实的那一刹那 是什么使你信以为真的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一看真相 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我感觉很哀伤 这两者并不是相同的东西 今天是星期天 是我们都同意的约定俗成 但是在中国 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 这样的事实 是因人因地而有所不同的 所以某些真相或事实 会被我们认定是事实 乃是基于我们共同的约定俗成 我感到哀伤并不属于这一类的真相 它是一种主观经验 它跟社会的约定及成规无关 我怎么知道我感到哀伤是个真相 它并不是一个社会成规啊 如果你不赞同该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 你看上去并不哀伤 而我又怎么知道 我是在哀伤 哀伤又是为了什么 这整件事可能变得相当复杂 你可能会说 我伤心是因为今天 我被太太拒绝了 你去找太太谈话 她却说她不久就要跟别人走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 这就是你哀伤的理由呢 你怎么知道你伤心 是因为某人对你做了某件事 或者你做得好好的 突然意识到 心中生起了一股伤痛的感觉 那份深沉的伤痛感 就像心中有个伤口一般 过了一会儿 你说那份伤痛 是起因于两岁时 母亲抛弃了你 你对这一点 似乎感到很确定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并不是一种社会成规 并没有一个人在那里 为你证实这件事 但是你却似乎很笃定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真相呢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你能证明自己的哀伤 确实是因为两岁时 母亲抛弃你而引起的吗 那份笃定感从何而来 毕竟母亲并没有在当下 这一刻抛弃你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什么使你那么确定 以往曾经发生过某件事 当我问你这个问题时 你的回答可能是 那份感觉相当真实 但感觉上很真实 又是什么意思 如何能确定呢 你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感觉 我记忆里就是这样的 那种感觉非常真实 假如我是一个客观的科学家 我就会质疑 谁说事实一定如此 难道你感觉很真实 就是真相吗 感觉真实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你似乎已经信以为真了 可这就是我的感觉啊 有时外在的结果 也会显示出 你的自我所描述的真相 是否属实 比如说太太离开时 你觉得很哀伤 当她回来时 你的心情又好了 那么至少在那个层次上 你的体认是正确的 如果拿早先的那个例子来看 你把你的哀伤和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相连 进而解决了你和母亲早期的问题 或许你已经接受某种孤独感 而愿意自给自足 这使你的体认也可以被证实是真的 然而 正当你感觉真实的那一刹那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使你信以为真的 上帝有没有坐在旁边说 这就是真相 如果我们能弄清楚 是什么东西给了我们这份动识 应该会是我们更加明白 真相能使你自由这句话的真谛 动见能带给人笃定感与扩张感 让我们举一个比较不明确 也比较难证实的例子 然而它的说服性和真实感 可能更强烈一些 比如说 你突然升起了一份动识 你当时可能正在打坐 心里正在考量某件事 或是正和某人互动 这使你的心中升起了一种动识 于是你突然有所领悟 没错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是一种直接 而又明确的感觉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 都很明白那种感觉 因为你们都有过许多经验了 啊哈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当你心中升起啊哈时 你会不会质疑它 你会不会说 等一等 让我来证实一下 这个啊哈的感觉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质疑它呢 为什么你能确定它就是真相 因为当你产生一份动识时 你的头脑会突然 有一种扩张的感觉 身体也会有一种放松感 于是你说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过了一阵子 你可能会得到各种的证明 也许是一个更完整的画面 证实了你的动见 但是 在动见产生的那一刻 你并不能找到什么证据 那么促使你相信它的 到底是什么 有时在动见产生之后的几分钟内 你的某个部分会开始质疑 然而在动见产生的那一刹那 你是没有任何质疑的 即使只有一秒钟 你还是很笃定 你的觉察是正确的 你是那么的确定 甚至连真假的议题都不存在了 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而在动见之中 到底有什么东西 给了你这份笃定感 是什么东西说服了你 使你觉得那份动识是正确的 我一再地和你们谈到隔绝出来的动见 这个观念 譬如某一天 你和我正在探讨一些事 而你突然得到了一种动识 三分钟后 你有了另一个动见 两分钟后又有一个 一分钟后又冒出另一个 接着半秒钟又升起了一个动见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 而你也真的有一种持续的扩张感 我们确实有可能产生一连串的动见 但又不会失去那份笃定感 那份笃定感或说服性 不断地穿过你 那到底是什么 使你有笃定感的线索是什么 你认不认为在那份动识里 可能存在着某种东西 也许是一种滋味或感觉 使你毫不迟疑地认为那是真的 就好像你的某个部分 比平常更明显地视线了出来 也许是神的声音在告诉你 那是真的 苏格拉底就是这么认为的 他心中一直有个声音 在告诉他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让我们试着去辨识一下 那个能带给你笃定感 和说服性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能带来动见的东西 比普通的观点显得更真实 在动识的经验里 你是不是有一种 比平常更强烈的解放感 你是否能感受到一种 扩张式的提升及满足感 动见通常包含两种东西 一是动见的内容 二是能够带给你 笃定感和扩张感的某种能量 动见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 但扩张感会一直持续着 它永远具有这种品质 你会重视那些动见 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可以解放你 而且在动见之中 往往包含了比你平时的觉察 更自由的一种感觉 因此我们会发现 动见包含了比事实更多的东西 动见之中确实有一种能量 能带来喜悦 满足和自由 而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不就是我们所渴望的解脱吗 那不就是我们认为真理 能带给我们的东西吗 这个东西是那么的贴近我们自己 如果真相能使你自由 那为什么一般的觉知 却无法带给你相同的解脱感 譬如你产生了一份动见 今天没下雪 难怪我有点失望 或者只是出现了一种普通的感觉 今天不能滑雪 多么令人失望的一天 为什么有的觉知 比较能使人产生满意和解放的感受 有的却不能 为什么动见更具有一种确定性 同样都是事实 同样都是真相 为何有所不同 接二连三的动见 就像打开香水瓶好几次 使你不断地闻到香气 我们现在是在探索有关动见的事 我们发现真相不只是知晓某个事实而已 在动见之中 还带着一种能量感 它会在你的身心之中出现 它显示出更多的确定性 并且能带给你解放和满足的感觉 它是一种更明确 更鲜活的自由感 当更深的动见出现时 你的笃定感会变得更深 如果这个过程能持续一段时间 你甚至会觉得空气中有某种东西 几乎像是一种香味 你品尝它 感觉它 闻它 甚至有一股香甜的满足感 那是跟自己很贴近的一种亲密感 还伴随着一股扩张的解放滋味 随着动见的产生 你确实会有满足感 但那不只是一种我自由了的感觉 每次当你产生一份动见时 感觉上就像是把香水的瓶子 打开一下又关上了 好像你闻到了某种东西 自由满足等等 拥有接二连三的动见 就像是把香水瓶子打开好几次一样 可以不断地闻到香气 因此 动见之中一定有某种东西 可以令我们毫不怀疑地知道 某件事是真确的 它比一般的觉知要更真实 那份笃定感似乎跟满足 或更贴近自己的一种感觉 紧密相连 然而跟自己亲密 或贴近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 答案是 你会觉得更温暖 更满足 你心中会有一种真实 及自由的感觉 引领我们进入这种状态的 就是各种的事实 虽然这些事实并不尽然是我们要追寻的东西 我们真正要追寻的是那些亲密 紧密和自由的感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认识真相会使人自由 我们已经开始尝到自由及满足的滋味了 认清事实会打开你的某些东西 使你更能感受到它们 所以事实本身并不重要 每一份洞见之中都有不同的事实 有时是跟你的父母亲相关 有时是愤怒和伤痛 有时是快乐 它们是一直在变化的 其中的共通点就是满足感 而非事实本身 那位曾经说过真相会使你自由的人 也许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现在你已经知道事实就是真相 但重点是在内心升起的那股笃定的感觉 那股滋味 如果你追踪真正的事实 这些事实就会让你尝到满足和解放的滋味 这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 凡是真相就是好的 诚实就会得到奖赏 而是伴随着真相而产生的那份笃定感 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再怀疑的解放和自由 有时事实本身也可能是极端痛苦的 你可能会想起父亲并不爱你这个事实 但即使处在痛苦的感觉里 你还是有满足感 因为你已经知道真相是什么了 你和自己更贴近 你更能做自己 带给你满足感的并不是事实本身 我们经常会认为一段时间过后 事实自然会使我们得到解放 而我们从此就不需要有任何反应了 我现在是从一个更微细的角度来看它 如果你深入地追踪事实 你会得到一种感觉 一种滋味 一份满足感 它比我们当初听到的那句 真相能使你自由所生起的想象 还要更贴近事实 如果你更深入于那份动见 深入于那种满足感 并且跟随着那股香气 你就会看见那个香水瓶 如果你拥有了那个香水瓶 自然会一直闻到香气 只要你愿意 你随时可以把它打开 享受它的香味 追求真理 就是为了找到这瓶香水 当真相出现时 你就像是在心中尝到了某种滋味 在动见产生的那一刻 你所看见的只有这个真相 能够使你知道真相的 只有真相本身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废话 你知道真相是因为真相就在眼前 事实就是如此 当真相出现时 你就像是在心中尝到了某种滋味 里面有一股柔软和满足的感觉 这便是黄金般的线索了 就是这个东西使你说出了真实而有意义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使你领会到 当我生起那种感觉时 我很清楚那就是心底深处的感觉 我很清楚我受伤是因为母亲抛弃了我 当时并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用逻辑向你证实 而是真相已经浮出来了 你的内心有一部分是绝对真实的 简直事实会将那个部分释放出来 那个部分并不是事实本身 它和事实没有一点关系 它是令事实成真的某个东西 不论事实是什么 它都在那里 事实会改变 它们永远在改变 但是你心中有一个绝对真相 它能识破相对真相 你很清楚下面这些相对真相是真的 我失望是因为我失业了 我不喜欢今天没下雪这个事实 因为你可以秀出其中的绝对真相 它就是那个能带给你笃定感的东西 如果你追踪绝对真相的线头 就会看见最完整的真相 你的本体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比较贴近自己的原因 也是你会觉得更满足的原因 因此真相确实能使你自由 有个很简单的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旦看见真相 特别是有关自己的真相 一定会使我们和自己变得更亲密 更觉得满足 我们和真正的自己会分离 就是因为我们产生了对自己的错误概念 看见真相通常会涉及到 看透这些虚假的概念 让我们发现自己更深的事实 因此 知道事实会使你从情绪反应之中解脱出来 这样就能释放掉你心中的那个事实 当你在追寻真相时 你其实是在追寻自己 真相容许你做自己 这也是它能使你自由的原因之一 追寻真相必须从看见事实做起 而事实就是眼前这一刻所发生的事 今天是星期天 我正在和你交谈 这是事实 也是真相 不过这只是真相的某个面向罢了 如果你在听我谈论真相时 你会有一种爱的感觉 那就是你眼前这一刻的事实 真相比你在当下生起爱的感觉 还要深刻一些 只是发现自己感受到爱还不够 若想看到真相 就必须去觉察是什么东西 使你在这一刻感受到爱 事实和真相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发现真相 我们必须看见事实是什么 而事实就是真相的香气 也是真相的结果 事实和真相的关系 就像金粉和金块之间的关系 真相便是你的本质 在任何一个时刻 你的心里都带着一些情绪 譬如某种匮乏感和失去本体的感觉 也许你会说 好的 从现在开始我每秒钟都要在心地上下功夫 这样才能摆脱我的匮乏感 这个愿望很好 但事实上你还是有某些必须考量的局限 你有一副身体 一个胃及神经系统 为了能活得长一点 你必须吃东西 睡觉 感觉安全和舒适 因为你有某些部分是无法永远被意识到的 所以不能因为自己无法每分每秒都解除内心的匮乏感 而过度地逼迫自己 鞭策自己 你必须考量现实 就像茉莉必须考量妹妹的现实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必须通过事实 才能找到真相 事实指出了真相的某个面向 真相比事实更完整 但一开始我们只能看到事实 事情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我们必须如实地看见它们 不能只看到心中的期待 我们必须确实知道当下发生了什么事 确实知道当下所发生的事 会自然而然引领你看见更深的真相 因此你对于真相能使你自由 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 半小时以前 我们似乎已经有了完整的理解 现在你却发现那份理解是不完整的 你发现当你知道真相时 它自然会使你解脱 那并不是一种结果 知道真相的本身就是解脱 你就是那个真相 你就是能转化所有事实的真相 寻找真相 自然会使真相获得解放 真相就是你心的本质 你心中的真金 炼金师的黄金 真相不需要依赖任何生言 一旦体认到你自己便是真相 就不需要任何生言了 因为你即是真相 如果有人问你 你是谁 你可以回答 我即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苏菲圣者会称神为 欧赫克 在阿拉伯语里面 赫克便意味着真相 上帝的名字之一 本体的某个面相便是真相 我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它 会更能帮助我们朝着真理迈进 真相便是你 缺少了你 事实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一旦把真相释放 你就解放了自己 但真相并不是你用来解放自己的某个东西 它就是你的本体 因此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个过程 首先我们会把真相看成是一种 跟道德有关的东西 接着我们又把它看成是一个实用的东西 可以借由它来发现更深的真相 它会为我们带来自由 接着又有了更深的发现 因为真相就是你 所以你不再认为它能帮你找到真相 真相便是你的本质 所以你不再认为真相可以帮你找到自己 在苏菲的意识里 人们时常说 如果你为了真理而爱真理 你就会得到解脱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爱自己是不需要理由的 因为你即是真理 爱真理就是在爱自己了 穆罕默德曾经说过 一个能认识自己的人 一定会认识他的主 所以一旦认识了真理 你就认识了上主 人们时常会思索 好 现在让我们来弄清楚 我的情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每次我的男朋友回到家来 我明明很高兴看见他 也很想接近他 可是却表现得很冷淡 我很想弄清楚原因是什么 这可不是穆罕默德所谓的认识自己 因为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真相 而最终的真相极是本体 当然认清事实可以帮助你发现真相 因为事实之中含有真相 而真相之中也含有许多事实 如果知道了许多事实 你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原子 也许就能组合成一块黄金般的真相 重点并不在搜集事实 而是要让黄金般的真相更显而易见 拥有的事实越多 其中的真相就越深 而它们自然会越贴近你真实的身份 你探索得越深 越是能经验到其中的真相 一直到你抵达某个点为止 那时已经没有任何事实 而只有真相了 于是要能够取得更远的 这一天你必须有万有度 但微不贵于逼得更远的